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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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习惯通过别人的评价和一些所谓的标签来认识自己 如果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总是带着满满的正能量 当你偶尔情绪低落 想在朋友圈里倾诉的时候 会觉得这和自己乐观向上的人设 不太相符 于是把那些倾诉的文字删掉 或者设置为仅对自己可见 有一句话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比不完美更可怕的是 你不懂得去接纳自己 有时你越去在意 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反而越会给自己造成压力 有时你越去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和评价 反而越难以打开心结 人们受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不清楚自己是谁 而盲目地去攀附 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 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之中 是一件极其劳心费神的事情 为了维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和赞许 我们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讨好别人 而这样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认不清真实的自己 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 对自己足够好 然后才能欣然地与他人相处 发现真正美的生活 常听人说 这世上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动物只有两个 一个是熊鹰 另一个就是蜗牛 熊鹰靠的是天资 而蜗牛靠的除了坚持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路走得正确 只要路走得对 蜗牛看到的风景和熊鹰也是一样的 而想要路走得对 就必须时刻做到 常省内心 人这一生 难免会犯错走弯路 但比犯错更可怕的是 凡事都习惯逃避抱怨 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赤壁之战 曹操大败 率军队从华荣道脱险 曹操来到一处空地 突然痛哭流涕 部下部姐纷纷问曹操 丞相面对百万敌军时都不露一丝惧色 况且如今我们已经脱险 您为何如此悲伤呢 没想到 曹操脱口而出 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只是在哭 我那早死的谋士郭家呀 如果郭家还活着的话 我绝对不会这样惨败 众谋士均低下了头 不再言语 可赤壁之战 曹操失败的真正原因和谋士无关 而是曹操自己的决策失误 赤壁之战前 曹操军粮充足 手下谋士众多 一时之间骄傲自满 不听钟言 最后惨败 曹操如此聪明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很多人反复失败的原因是 每一次陷入绝境时 都习惯抱怨其他人 而不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海涅曾说 反省是一面镜子 它能将我们的错误 清清楚楚地照出来 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每一次犯错都是成长的机会 从失败中发现自己的不足 才能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三 勇敢做出改变 蔡康永曾说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 你感觉到风时 风才存在 你把宇宙放在你的心里 宇宙才存在 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十万种可能 只有勇敢地迈出 尝试的第一步 不断地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改变 是懂得自我接纳 自我成长 改变可以改变的 接纳无法改变的 懂得不断地 给予自己正面暗示 去修正性格中的不足之处 学会与自己和解 勇敢做出改变 只要我们坚持每天改变一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一定能带来大改变 在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满足于当下的成就 然后就止步不前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不断精进 持续突破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等到几年后再看 那些止步不前的人 可能还在继续吃老本 或者 又重新回到了 昏昏噩噩的生活状态 而不断精进的那批人 却获得了大多数人 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并且 他们还在不断地努力着 不断刷新自己创下的记录 资深演员 于恩泰就是这样一个人 十多年前 红遍大江南北的吕秀才 一度销声匿迹 可是十年后 他再度爆红 一个多年不太红的演员 却被称为老戏骨 他是如何改变 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呢 当年 一部武林外传红了很多人 同剧中的其他人 片约不断 无论是影视还是综艺 都混得风生水起 而吕秀才却消失了 当各种影视剧 综艺邀约不断 行事一片大好时 他毅然推掉所有片约 选择去进修学习 吕秀才一决 成就了于恩泰 但人不可能靠一个角色 红一辈子 他选择去进修学习 就是想要摆脱 吕秀才的束缚 于恩泰说 戏可以随时演 但是学习的机会 一旦错过 就没机会了 他敢于在自己最红的时候 放弃触手可及的名语力 他的人生 也就注定不平凡 2002年 他成为牛津大学的交换生 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2005年 他以上系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本校导演专业博士生 2006年 他转读中系导演专业博士生 2009年 他获得中系表演 导演 艺术研究博士学位 正是因为他刻苦努力地学习 才成就了吕秀才 也正是在最红的时候 他选择转换赛道 改变自己 潜心学习 才有后来的老戏骨般的演技 如果你想成为这样成就显著的人 那么 你在成功做出了一系列改变之后 还要向着更好的自己 发起持续的改变 不要一遇到挫折就抱怨 觉得自己已经很刻苦努力了 却还是改变不了现状 由此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要知道 世界上多的是比我们优秀 却比我们还要拼命的人啊 当我们羡慕别人轻而易举 就能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财富 自由 或者是名利的时候 却从来没有想过 这些荣耀背后究竟包含了多少的心血 是别人用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才换来的 在制定目标的时候 我们还要谨记不要给自己设限 不要还没开始行动就贬低自己 觉得自己一定做不到 著名导演张艺谋说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 需要不断地拉 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 改变最关键的 是迈出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你始终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这个不敢尝试 那个也不敢尝试 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改变也就不可能发生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十万种可能 只有勇敢地迈出尝试的第一步 不断地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懂得接纳自己的不足 学会改变自己 同时不放弃努力前进 这才是最明智的活法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